曾被暴打过的六位网红 个个就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有人口出狂言惨遭毒打 有人败坏风气引网友不满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六位网红都是谁吧 第六位 宇将军 曾经有一位名叫宇将军的网络红人 拥有数百万的粉丝 他的名气并非凭借才艺或智慧 而是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事件来炒作自己 虽然在网上看起来精神抖擞 威风凛凛 但实际上 他在现实生活中是个怯懦胆小的人 宇将军的知名度最初来自于 与网友的口水战和约架事件 他不择手段 想方设法制造矛盾和争吵 让自己的名字成为了网络热点 但就在他信心满满 以为自己无人能及时 一天 他与一个名叫宣帝的网络角色 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宇将军误以为这只是一场寻常的争吵 不会有什么后果 然而 他大错特错了 宣帝决定不再忍受宇将军的嚣张 偷偷地策划了一场复仇 当宇将军前往杭州游玩时 宣帝已经召集了一支势不可挡的队伍 毫不留情地对宇将军和萧天子 展开了狠狠的暴打 宇将军原本嚣张的态度早已荡然无存 他跪地求饶 但这并没有平息宣帝的怒火 宣帝决心让宇将军付出代价 于是将他们送进了医院 这次事件引发了宣帝被控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等多项罪名 最终被判刑入狱 如今 宣帝仍然在监狱中服刑 而宇将军则彻底失去了 他在网络上的风头 第五位 王甜心 曾经有一位名叫王甜心的网红 凭借着一盘红油饺子 在互联网上一举成名 他的特点不是他的颓废形象 沾满胡子拉叉的脸 而是他在视频中的滑稽表演 让人感到颇具反感 每次品尝完美味的饺子后 他会抱起他的宠物狗 做出一副狂喜的模样 仿佛是在表演一场做做的戏剧 此外 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伴 总是扮演出女性化的姿态 嘟嘴 撒娇 卖萌 让网友们嘲笑他娘里娘气 外表拉里拉他 说话举止娘里娘气 这一切都引发了网友们的不满 然而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他在生活中居然喂养宠物狗屎躺在床上 狗吃完食物后 在床上踩来踩去 床上堆满各种垃圾和食物残渣 而他却毫不理会 完全不顾卫生 就让人们通过屏幕都能感受到 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 引来了一大批黑粉 对他进行谩骂 甚至对他的家人进行不堪入目的恶语攻击 最终 他走在街上时 突然遭受了一场暴打 甚至他的忠实小狗也成为黑粉的出气头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遭遇 王田兴开始反思自己娘里娘气的形象 转而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这一变化挽回了他大量的粉丝 让他的名声重新扬起 盘点曾被暴打过的六位网红 曾经一个比一个狂 第四位 大长哥 大长哥以脉高 而文明于网络 在其他地方 一斤大长通常售价在50至60元之间 然而 大长哥家的大长却坚定地标价高达美金138元 这天价的大长价格引来了无数碳电网红的关注 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前来品尝 然而 当这些碳电网红品味道大长哥家的大长后 却颇感失望 因为这些大长并没有呈现出任何特别之处 他宣称 他家的大长是专门供应给城市里的精英阶层的 而在济南这个城市 已经不可能找到第二家与他媲美的大长店 他们已经成为了大长行业的巅峰存在 更甚的是 他嘲笑那些不能承受他家大长价格的人 称他们工作不努力 不懂得赚钱 大长哥的高傲态度引发了众多网友的不满 他们纷纷留言表达对他的不满 然而 大长哥并没有收敛自己的言辞 反而更加嚣张地回应 买不起就别买 没人逼着你买 这一冷漠的回应激起了重怒 愤怒的正义网友 决定亲自找上大长哥理论 事情迅速升级 当正义网友与大长哥当面交锋时 言辞变得更加激烈 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 大长哥最终遭到殴打 不得不住进医院 他的脸上 从太阳穴道鼻子下方 需要缝合60多针来修复伤口 第三位 洪亮 洪亮在影视行业耕耘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后期制作经验 然而 近年来 他感到影视行业不景气 于是决定转战自媒体平台 成为一名网红 经常用抠像合成等技术 将自己巧妙地融入到各种电影素材中 与各路明星共同演艺戏份 这吸引了大批粉丝的观众 成为一名备受瞩目的网红之后 洪亮显然开始变得自恋自大 他的视频逐渐升级 直到招来了巨大麻烦 事情的导火索是 他最近发布了一则 与迪丽热巴的恶搞视频 使用抠像技术将自己的脸 替到热巴与一位男演员亲吻的场景中 制造了一场激情吻戏 这个视频在网上迅速爆红 热巴的粉丝对这个视频感到不愿 不仅在社交媒体上骚扰他 甚至公开威胁要对他采取暴力行动 洪亮一开始显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认为这些粉丝只是言辞激烈而已 不值一提 然而 不理智的粉丝群体通过各种途径 竟然成功追踪到了洪亮的住址 一群人亲自前往找他 引发了一场肢体冲突 这次事件的性质彻底改变 虽然洪亮已经删除了视频 但他已经陷入了深深的麻烦之中 难以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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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